美西南学联首季的联盟杯留学生辩论公开赛 上周六在洛杉矶落下了帷幕 参赛的双方就留学生毕业之后去留的一体展开了唇枪舌战 整个赛程当中汇集了 美西南定区北至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代表队 南至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代表队等11所的学校 七支参赛队伍经过了两场的晋级角逐赛之后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代表队 以及南加州大学的代表队在七支队伍当中脱颖而出 此次辩论赛的变题为留学生毕业后是否应该回国 面对广大留学生普遍关注的问题 双方选手也都结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社会知识以及个人视角对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和未来发展 做了一番精彩论述 为了能够全面考核综合衡量参赛选手的实力 本次大赛也采用专业评论赛评判标准 从语言表达 辩驳思路 辩驳论据 以及辩风四大方面进行评判 经过激烈对决 由现场观众投票以及评委评分 最终判反方南加州大学代表队赢得冠军 本次辩论赛的意义在于 通过探讨留学生历史 现在与未来 促进留学生的思想沟通和情感文化交流 增进彼此间的友谊 增强爱国意识 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关注这个留学时代 在这个讨论中 大家谈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想法 也增进了相互的理解 也加强了对美国学习工作未来的情况的了解 是个非常好的活动 留学人员的去留问题一直以来 也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根据教育部统计 截止至2014年年度 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 留学回国人数总数为36.48万人 与2013年度的统计数据相比较 出国留学人数和留学回国人数 均有11.09%和3.20%的增幅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